大家好,欢迎来到爱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春节期间,你是不是也吃了太多美食 让体重暴增了几公斤 别担心,只要采取正确的饮食方式 就能有效地消耗多余的热量 让身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以下介绍三个饮食小撇步 让你在春节后快速恢复体态,轻松瘦 1.控制饮食频率和分量 春节期间,犹豫聚餐频繁 很容易造成饮食过量 导致热量摄取过多 因此,春节后要注意控制饮食的频率和分量 避免一次吃太多或是太少 一般建议每天吃三餐 每餐的分量以七分饱为宜 不要吃到春 如果有一餐吃的比较多 那么下一餐就要吃的比较少 或是选择低内量的食物 如蔬菜、水果等 另外,晚餐要尽量在睡前4小时之前吃完 并且选择清淡的食物 避免油腻、辛辣、甜食等 晚餐后不要再吃任何零食 只喝水或无糖茶 二、选择高纤维、高蛋白的食物 春节期间 很多人都会吃很多高油 高糖、高盐的食物 这些食物不仅会增加热量 还会影响消化、排便、血糖等 因此 春节后要选择高纤维、高蛋白的食物 这些食物可以增加饱足感 减少食欲 同时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帮助排便、预防便秘 高纤维的食物包括颧骨类 蔬菜、水果、坚果等 高蛋白的食物包括肉类 蛋类、豆类、奶类等 每餐都要有适量的纤维和蛋白质 并且避免吃过多的淀粉类如面包、饼干等 三、多喝水、少喝饮料 水是人体最重要的成分之一 不仅可以维持身体的正常运作 还可以帮助排出体内的废物和毒素 促进新陈代谢 因此 每天要喝足够的水 一般建议每天至少喝8杯水 约2000毫升 喝水的最佳时机是早上起床后 每餐前半小时和每餐后一小时 这样可以帮助消化、排便、控制食量等 除了水之外 也可以喝一些无糖的茶 如绿茶、菊花茶、一人茶等 这些茶有助于消脂、降血糖、利尿等 要避免喝含糖、含酒精的饮料 如汽水、啤酒等 这些饮料不仅会增加热量 还会影响水分平衡 造成水肿、脂肪堆积等 春节是一个欢乐的节日 但也是一个容易让人发放的节日 如果你想在春节后快速恢复体态 就要注意控制饮食的频率和份量 选择高纤维、高蛋白的食物 多喝水、少喝饮料 这样不仅可以帮助你消耗多余的热量 还可以促进你的消化、排便、清晨代谢等 让你的身体更健康、更美丽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